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將會有多場的歐洲聯賽賽事 而全晚的焦點相信會繼續落在英超球會曼聯的身上 目前排在E組第二名的曼聯 將會在奧脫福主場再度決戰賽普魯斯球會奧摩尼亞 上場以斯朗拿道瓜碎加曼聯 原本以為奧摩尼亞可以輕鬆應付 結果他們在先篩一球的情況下 最後憑著拉舒福特梅開二道以3比2是險勝主隊 曼聯在今場對完奧摩尼亞之後 在下一輪將會繼續在主場迎戰摩尼多亞球會舒列夫 而去到最後一輪將會作客王家蘇斯達 所以為免最後一場成為硬仗 曼聯將會盡量在未來這兩場比較容易應付的主場賽事 除了足夠的分數提早出線 主帥坦克亦都表明今場球在陣容上仍然會以主力應戰 希望盡早取得出線拳 曼聯在今場球將會有4名球員肯定欣賞缺陣 分別是今季長期養傷的雲比沙卡和雲迪碧克 仍未康復的隊長麥加雅 以及剛剛對愛華頓在上半場雙出的馬迪爾 在上場英超聯賽沒斷受傷的拉舒福特 據報在週三已經復操 今仗是有機會上陣的 所以上場聯賽後備入替馬迪爾的斯朗拿道 今場球很大機會再度為曼聯正選出任正前鋒 至於今場作客奧脫福的塞浦路斯球會奧摩尼亞 他們在今季歐洲聯賽分組賽 三戰過後全敗排在底下 三場賽事失了8球 相信以他們的防守能力 今場首次到訪奧脫福球場 而不失波爾會看來沒有可能性 奧摩尼亞的陣容消息方面 正選門將法比安奧在上場聯賽是相出 將會聯同中場的巴舒露 以及高索路斯是一起欣賞缺陣的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日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